地震虽然无法预测 但是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生命财产的损失 花莲县政府今天在花莲施工所举办 113年推动以近况模拟为基础地区灾害防救计划 桌上演习示范演练 而演习的情境设定为花莲外海发生规模8.0的地震 包括模拟地震后可能发生的灾情 如建筑道路受损及商整会诊 以及开设收容中心等各项应变措施 而市长魏家彦表示 天灾无法避免唯有灾前做好防御措施 并透过演练提升应变能力 才能减少地震造成的人命伤亡 花莲县113年推动以近况模拟为基础地区灾害防救计划 桌上演习示范演练 6月7号在花莲市工作举行 演习情境设定是花莲外海发生的规模8点离地震 包括模拟地震后可能发生的各种灾情还有应变作为 市长魏家彦表示 天灾无法避免唯有灾前做好预防措施 透过演练提升应变能力才可以减少人命伤亡 今天是我们台湾急诊医学学会 跟我们东华大学以及消防署 还有我们花莲县政府以及花莲市公所 这边做一个兵器推演 我们兵器推演分三个阶段 也三个情境 情境是我们琉球海沟发生的一个8.0地震的状况 那会不会有海啸 那甚至于建筑物的倒塌的状况 那我们分一个小时三个小时五个小时之内 要如何应应跟处理 那今天在冰器推演的部分 我们模拟官会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要如何应应 那我们也要想出如何的一个对策 那也希望说这样的事情是不要发生 但是我们想如果能够预防的话 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那在冰器推演上面可以知道 会发生大概哪一些的状况 我们未来要如何应应 包括我们安置或是人员伤亡等等 那可能交通的问题 那可能投放我们物资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一并的来做探讨 那也希望说这样的冰器推演 能够实质的让我们了解到 未来发生的一个灾难 我们都需要预防 这次演练状况包括了建筑倒塌 道路桥梁受损 通讯中断 多名伤者需要救援 施工所规划要在哪一些地点 开设避难场所及收容中心 以及如何汇诊大量资讯 和县政府串联救灾相关行动 在这次演习过程当中 社团法人台湾急诊医学会 消防局团队对施工所处置措施 也给予专业的讲评 并且提出未来可努力的方向 市长魏嘉燕表示 藉由持续的培训和学习 要提升危机应变能力 培养基层人员协调和应对能力 才可以让政府机关和民众 未来面对灾难时 可以更坚强有力的应对 接着会换室报道